人氣話題來關心 台北市立動物園大貓熊團團 19號離世 原方宣布會將團團的遺體 做成標本 作為紀念及生命教育的用途 結果在網路上引發了兩派熱議 不少民眾留言 希望不要做成標本 讓團團入土為安 動保團體則建議 原方可以依照台灣民間習俗 舉辦追思法會等 在推廣生命教育的同時 還是要尊重民意 大貓熊團團病逝後 北市動物園臉書 湧入不少粉絲留言悼念 卻因為原方宣布 要將團團遺體 保留皮毛和骨骼 做標本引發熱議 不少民眾直接留言反對 認為要讓團團入土為安 就算沒有標本 他可愛的模樣 還是會留在大家心中 也有人建議要辦追思會 或是把骨灰葬在園區 但有人贊成原方做法 認為做標本的目的 是自然與保育教育的傳承 也是動物園設立的宗旨 讓大家可以有進一步 對保育有更了解的話 我覺得是可惜的 他應該會有做成標本的價值 然後也有一些紀念的意義 不認同 我也是認為路途為安疊好 民眾看法兩極 而東保團體也給出一些建議 很多人會辦一些追思法 會怎樣的過程 我覺得是蠻好 讓這個動物 也覺得他安息了 先走一個溝通 因為台灣的稀釋本來就是這樣 那我想 我們不是說委婉台灣的稀釋 這邊要兼顧 當然百姓的反應 這個蠻重要的 而團團過世後 也有不少人關心 另一半圓圓以及女兒們 圓仔圓寶 會不會因為團團的離開而難過 圓方表示 大貓熊會透過氣味 聲音 知道其他個體的存在 會發現好像少了一隻 但大貓熊為野生動物 因為生存競爭和習性關係 其實不太會顧慮到 其他家庭成員 因為顧好自己最重要 目前圓圓圓仔圓寶 一切正常 而會覺得動物傷心 其實是人類情感的投射 大家不需要太過擔心 這裡有據黃晨波台北報導